中国 汉族为主体的 语言为汉语 据2010年第64人口普查统计 大陆31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 汉族人口为12亿2593万2641人 占91.51% 各少数民族人口 为1亿1379万2211人 占8.49% 可以说 汉族在我国的人口构成中 人数是最多的 而且汉族历史悠久 从汉朝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汉人的称呼 一直用到现在 各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俄罗斯 俄罗斯族 语言是俄罗斯语 俄罗斯是一个由19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7.7% 俄罗斯族的祖先是斯拉夫人 确切的说是东斯拉夫人 这个民族后来政府了整个东欧 1547年 伊凡四世自称沙皇 1721年 彼得一世被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皇帝的头衔 并建立俄罗斯帝国 之后奠定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 日本 大和民族 语言是日语 日本一直说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 不过了解的人都知道 日本北海道还有阿伊努人 虽然不被承认 但是确实是存在的 不过阿伊努人只是十几万 所占比例非常少 三世纪中叶 日本境内出现较大的国家大和国 之后这个政权开始统一日本 建立了天皇制度 一直沿用至今 印度 印度斯坦族 说的是英语 印度目前有12亿人口 印度斯坦族占全国人口的46%左右 印度一共有194个民族 其他民族占了剩下的一半 不过印度的英语是有自己特色的英语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形成了自己特色的英语 这个民族可以说创造出了印度的文明 美国 美国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 到处都是混血的 目前 欧裔美国人 占62.1% 拉丁裔占17.4% 非裔美国人 占13.2% 亚裔美国人 占5.4% 混血占2.5% 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州原住民 占1.2% 夏威夷原住民 或其他太平洋岛民 占0.2% 没有明显的民族划分 不过他们称自己为美利坚民族 目前语言是英语 越南 京族语言为京语 目前 人口占越南总人口的86% 越南一共有54个民族 京族是由古洛越部落发展而来 大约在16世纪的时候 开始来中国的 韩国 朝鲜族 语言为韩语或者说叫朝鲜语 韩国的朝鲜族 属黄色人种东亚行别 占全国总人口的96.25% 总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5145万 这个国家政权 在甲午战争之前 一直都是归顺中原政权的 打破 我 为什么 好像 老论 质 老论